有人说,儿子是建设银行,女儿是招商银行,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国情,养儿子好呢,还是养女儿好,其实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体验。 一,宝宝书生时,以前有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观念,人们喜欢生个男孩儿,现在男女平等的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,而且还有一些父母,相对男孩儿,更喜欢生一个女孩儿,从被孕初期,他们就开始计划着要一个女儿,因此,这个阶段生儿子和生女儿,带给父母的幸福感几乎是相当的。 二零到三岁,零到三岁时,小孩有了自我意识,而且运动意识也增强了,男孩会变得调皮捣蛋,爱折腾,让父母很头疼,女孩子乖巧很多,文文静静地做一个美答答的小公主,这个阶段,养女儿的幸福感要高于养儿子。 三,三到六岁,三到六岁,女孩儿会很敏感,特别爱哭,让父母很烦心,而且女孩的着装,也让妈妈的草好多心,相对而言,男孩就简单多了,背心夹短裤,五分钟搞定。 所以,这个时间段,养儿子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养女儿。 四,六到十二岁,六到十二岁,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儿,在生理和心理上,都处于一个平稳上升期,在学习等方面,或许会有细微差距,但是都影响不大。 总体来说,这个阶段,男孩女孩带给父母的幸福感是相同的。 五,十二到十八岁,十二到十八岁,正是青春期时,不论男孩女孩都会进入探尼期,但是相对来说,女孩更让父母操心一些,不抵押处理女孩子的代购问题,还有预防被坏小子拐骗等。 男孩这个时间段,会看起来更成熟,更有男子汉气感,让父母感到更少操心和幸福。 六,十八到三十,十八到三十岁,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儿,都进入到了成年成家阶段,由于男女比例的失调,男孩的成家更让父母操心。 所以,这个时间段,女孩带给父母的幸福感指数要高于男孩儿。 有人说,生女孩的幸福指数要高于男孩儿,因为女性孝顺,体贴,细心等。 但是由于存在个体差异,这个答案也不尽然正确,只能说生男孩有男孩的好处,生女孩有生女孩的好处,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